特斯拉車款Model Y 2023年 推出後輪驅動版 但曾經的電動車霸主 一月份在南韓居然只賣出一輛車 特斯拉는 지난해에는 国内에서 모든 수입 업체를 통틀어서 다섯 번째로 많은 차를 판 회사인데요 지난달 1월에는 Model Y 단 한 대가 판매된 걸로 집계됐습니다 Model 3或Model S 销量甚至还挂蛋 如此彩蛋的数字 是2022年7月以来 在南韓的最差成績 当时一輛都没卖出 外面分析可能因为 特斯拉在南韓最近事故频传 以及1月份通常是 电动车销售淡季 再加上南韓政府 新年推出新法规 以教部环保为由 调降中国制 LFP磷酸铁磷电池的 补助金 政策一出就被认为 是针对特斯拉 因为南韩目前的Model Y后轮驱动版 正式来自中国上海 최근에 오히려 国内特斯拉 中文字幕提供 杨栋梁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